統一7-11式的綠色坦克高國慶 在十九號交手富邦漢將的比賽中 七局上從成文手中 敲出一分打點安打 同時也是職業生涯第一千六百安 成為森林王子張泰山 忠信兄弟恰恰彭哲敏之後 中華職棒史上第三位 達成這項里程碑的球員 能達成對自己來說 當然是是很好的一件事 那最終最後球隊還是贏球 也讓就是一直支持我 這十幾年的球迷 家人 就是對他們一個小小的回報 但也不會因為就此滿足 就是後面如果還可以讓我 再繼續挑戰的話 我也願意挑戰 綜觀中華職棒史上安打排行榜 森林王子張泰山以兩千一百三四 一致安打高居第一名 接著是火星恰的一千八百九十安 高國慶一千六百安位居第三 再來是東哥黃中英的一千五百八社安 值得注意的是中興兄弟兩位球星 包括林志盛一千四百八十五安 以及周思琦的一千四百一十五十安打 都是接下來很有機會 能夠達成一千六百安里程碑的 心意球員 以週頭每季平均百安的標準來算 大概在兩個球季能夠達標 但他本人卻很難想像 這項成就與他之間的距離 我個人是覺得我還有可以有舞台發揮 我就覺得很棒 那當然這個數字如果能夠隨著這個舞台 而產生或締造的話 那當作是送給球迷一個禮物 不管是三十六歲的周思琦 還是三十九歲的高國慶 能在競爭極的職棒環境中生存 真的很不簡單 尤其看到許多年輕球員崛起 跟他告訴自己堅持下去 職業球員有時候也是會有懈怠的時候 但往往比較容易發生在低潮的時候 熱忱 不斷地學習跟不要懶惰 一直重複想這三對我來說的三個重點的話 其實這種心態應該很快就會蓋過 一千六百安不只是一項成就 更代表一名球員對於棒球的堅持和努力 也期待高國慶跟周思琦 能持續用手中的棒子 證明年齡絕對不是問題 懷疑新聞 採訪報導 谢谢大家